第五十届帕莎迪纳豪宅以及园艺大展日前式开放给民众参观了 今年展示屋是帕莎迪纳市一栋具有百年历史的英式豪宅 而这一栋总共占地约3.5英亩8400多英尺的豪宅内总共有7房10域 并剩有更种功能的起居室由28名设计师是分工设计装修完成的 来看记者李浩诚以及戴启恒的报道 巴沙迪纳房屋与园艺展示与设计委员会推出的2014年巴沙迪纳展示屋 经28个设计团队近三个月的大型改造 从传统旧英式豪宅融合古典英式风格 现代及中国风格 脱变成光鲜明亮及环保的豪宅 获得第五十届展示屋的英式建筑唯一唯一华人拥有 1915年耗资28000元建造占地约3.5英亩 共有8房10位玉8400多平方尺 展示屋内每一个角落都被精心设计过 包括楼梯间走廊等 华裔设计师Jason就指 简单的走廊虽然地方不大 但经过设计后就能变得空间感较多 这几个inspiration我是想光地大方地 make a small space 大地 因为I have a really narrow space but I have a lot of space to work with so I really wanted to have a big impact of a modern design plus traditional elements like the floor it's all original to the house and what I did to try to make it original looking is to put nail heads,antique nail heads over to make it look like there's a runner through it 巴莎迪娜房屋与园艺 展示与设计委员会 展示屋的募款活动 至今已经迈入50年历史 多年来募德的款项 皆捐助给社会团体 协助洛杉矶县内 孩童的音乐教育培养 وں后来呀 尤其是个旅行 这次能叉 佛杉矶